大家好,我是哲平哥 這個頻道會經常update一些珠寶小知識和一些業內的見聞 今次跟大家講一講鑽石4C 4C很多人都講過,但我覺得如果我不講的話 這個是一個珠寶的頻道 如果我不講鑽石4C,好像總是欠一些東西 所以今次我在這裡,就希望重新疏理一下我們對4C的認識 一樣,我都是站在消費者的角度 講一些消費者需要知道的東西 以及講一些跟其他人不一樣的東西 那就不會很長的,不要浪費大家時間太多 今次我就首先講一講4C入面的第一個C Cut,設工 何謂鑽石4C就是Cut,Color,Clarity和Clarat 因為這四個字的字母都是英文C 所以我們就直接叫它4個C 這個標準是美國公司GIA制定的 所以我們這些做珠寶、鑽石的人 每個都是非常認可GIA的 因為如果當初沒有這個標準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都不知道怎樣做生意 好,事不宜遲先講Cutting 以前鑽石是沒有Cutting的標準 好像現在圓形的Build around brilliant 好像很好聽的 在早期科技未發達的時候 鑽石切割是主要靠什麼呢 是他們現在沒有激光 沒有鑽石刀 他們是要靠鑽石和鑽石之間 互相傷害 你磨一下我我磨一下你 磨一下磨一下 磨一下磨一下 就磨了一顆鑽石的形出來 所以以前是不會有什麼57反的切工 以前主要都是玫瑰切 就是Rose Cut Rose Cut現在都有點fancy 覺得它很Antique 但其實Rose Cut是不太閃 但如果現在你有機會去一些歐洲的博物館 它們有一些很古老的黃色珠寶會展示出來 那你見到鑽石好像不太閃 有蒙蒙茶茶的 這就是Rose Cut 你可以看一看它 它的切角面是比較少的 就是這個原因 那只有古老的 那當時放大鏡又不是那麼流行 還要10倍放大鏡 它們打磨的方向主要是 就是將鑽石的重量最大化 那乾淨、折射、光的折射那些 其實它們是不在乎的 那當然啦 到現在科技那麼發達 那開始打磨技術 對稱那些 就越來越追求這些高層次的東西 Cut下面有兩個Gray Polish和Symmetry 加起來就是三樣東西 我先講Cut 它裡面其實是很多數據 那好像說台面的比例 切割 有些人說說腰圍的幾% 那個尖底啊 那個Groon的腰圍啊 什麼高低深很多的 那這些數據呢 是衡量鑽石比例的 鑽石呢 就不能太厚 也不能太薄 那會影響它的火彩 變得不閃的 很多人呢 聽到外面說 我一定要買一個台面大的 那但是你也想到啦 台面大的時候 那它一定會薄了一粒粒鑽石 那有可能呢 會令到它的透光 折射有問題的 那所以呢 都是講Excellent 就是EX就是最好 台面大當然是好 但是追求台面大的時候呢 都要追求那個Grading 就是Excellent 那如果這些數據 不是在GIA Excellent的範圍裡面 差一點的 它就變成Very Good 就VG了 那再差一點的就Good 另外的一個小Grad 就叫Polish 就是拋光 那其實拋光這件事呢 是亮不亮身啊 有些人是這樣present的 其實呢 專業一點點 其實是有沒有一個叫做拋光紋 因為它鑽石幫它切那個人 那可能磨的時候 可能會磨到一些紋出來的 如果呢 有拋光紋的鑽石呢 我們用鏡看的話呢 有時呢 是會見到一點紋的 一間間的 那這個呢 就是拋光拋得不夠好 那如果完全沒有這些拋光紋的話呢 就是Excellent 就是EX啦 少少紋 那就是Very Good啦 多些明顯一點的就是Good啦 至於對稱呢 其實對稱是很簡單的 你想像一下 我們平時的鐘 就有3點 6點 9點 那鑽石的四個方向 和那些四個點 是不是一致呢 如果是一致的話 那就是Excellent啦 如果不是好 對稱到 那就是Very Good啦 那如此類推 那我這裡呢 我建議啦 如果有Budget的話呢 我建議最好都是3個 都是Ex 就是方向講的3個Excellent啦 如果差少少Budget呢 VG就是Very Good 我都可以勉強接受的 不過Good呢 就不是很建議啦 因為真的好影響那顆石閃不閃 鑽石閃不閃呢 原理是怎樣呢 就是光線在鑽石的頂部 就射到鑽石的底部 之後呢就產生一個折射 折射去到鑽石底部的另一面 之後再翻翻射回頭 所以呢 我們拿起鑽石在手的時候呢 好似見到好多塊鏡子 小小塊鏡子閃下閃下 不停地反射到我們的眼睛那裏 那就好漂亮啦 好閃啦 那如果當你那個切角不好的時候呢 那些光射不回頭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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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光射不回頭了 那就不會有這個好多塊鏡子的效果 那顆石就不閃了 剛剛講完的就是圓形鑽石 Cutting要注意的地方啦 那現在講少少外面少講的東西啦 那除了圓形鑽石之外呢 其實外面還有很多不同形狀的鑽石 那好似你們經常聽的公主坊啊 水滴形的鑽石啦 攬尖形的鑽石啊 心形啊 馬眼啊 除了這些常見一點呢 其實還有很多奇怪的形狀 在外面 好似我都見過星形啦 三角形啦 丟到一些佛像的鑽石啦 甚至有大笨像的Cutting都有 我都見過 那一去到講鑽石真正的切角呢 那就一定要講講鑽石的圓石啦 其實呢 在鑽石現在我們見到的切角呢 在未打磨之前是什麼形的呢 其實它是像一個八角形的 就好像上面一個金字塔 下面一個金字塔 兩個金字塔背對背這樣 這個形狀 那怎樣切角呢 就在中間切開它 那我們就很容易分開到 上面和下面各自一顆圓形的鑽石啦 其他邊邊角角啊 我們就可以把它切成一些小鑽石啦 但你都知道鑽石是天然的嘛 不會說一拿上手就是一個完美的八角形的 所以呢 我們很多時候拿到一些鑽石圓石的時候呢 其實不是那麼完美的 有時候可能在中間有一條很大的裂痕啊 有一些很明顯的外含物啊 或者有時候不是八角形的 可能有六個面啊 可能有十二個面都不出奇的 那這個情況是怎樣呢 我們就要避開這些有問題的東西 將這一顆鑽石的價值最大化 何謂鑽石最大化呢 最簡單來說 避開一些不漂亮的東西 將那顆鑽石切到盡量大顆 切角盡量漂亮 賣得好價錢就可以了 那一個例子 如果一些薄片的鑽石圓石 那應該怎樣切呢 如果一定要切成圓形鑽石的話 可能只是切到三顆三十份的鑽石 那大家都知道啦 三十份的鑽石就不是太貴啦 那如果換一換切角方法 將它切成水滴形呢 那可能可以切成一顆 甚至更大顆的鑽石 是不是 這就是好像之前這樣說 將那個價值最大化了 因為鑽石真是一些好試賄的東西 所以這些和切角形狀的鑽石的價錢呢 其實是比圓形鑽石更加便宜的 而外面很多商人都說 不同切角的鑽石因為特別少啊 所以是會比較貴的 其實是完全錯誤的 最貴的鑽石就是圓形的鑽石 其他二型切角的鑽石 大概可以是圓形鑽石的價錢 七折八折左右而已 所以這裏就不要被人騙啦 而求婚的時候呢 首選一定是圓形的鑽石 那就不會用一些其他切角的 不過呢 如果當個男生和個女生一起來的時候 選鑽石戒指 我也會有機會介紹一些不同切角的形狀給個女生 因為這些花式形狀的切角呢 好像水滴形那樣呢 其實是很漂亮的 又有個性啦 又特別些 還要便宜些 所以不妨考慮一下 最後呢 我再提一提 這些不同cutting的鑽石 好像馬眼鑽石呀 水滴形那樣呢 當你拿起手的時候呢 你們留意一下 很大機會呢 會見到一條好像絲帶的物體的 什麼來的呢 這個呢 中文叫做領結效應 英文呢 叫做bowtie effect 是不是很像那個bowtie呢 這個呢 要盡量避免 因為呢 這一條這樣的bowtie的黑線呢 其實是很影響鑽石的火彩的 而這件事呢 你在那張GIA證書裡面呢 是不會看到的 那所以 這些二型鑽石呢 其實比圓形鑽石呢 更加要用肉眼看 盡量呢 就不要在上網買了 其實呢 GIA的證書呢 還有很多呢 它是沒有寫出來的 好像你們可能都聽過的 叫做奶鑽啊 看上去呢 好像creamcream的 有個空 那樣的 不漂亮的鑽石 但是GIA呢 它是沒有寫的 而當一些不是很明顯的時候呢 當個商家 不把另外一顆鑽石 跟你compare的時候呢 其實你呢 不是一些專業 經常看鑽石的人 可能你都不是很發覺的 那這樣東西 都要好注意咯 另外啦 這些其他形狀切割的鑽石呢 其實很難做到完美對稱的 所以有時候不一定追求EX的 其實有時候weargood都ok的啦 那當然 excellent就最好啦 其實呢 其他切割形狀的鑽石呢 其實學問真的很多 但是又這樣說 會買其他切割形狀的鑽石的客人 其實不是太多 那而且我見到我youtube 其實又不是真的那麼多人看 如果呢 我再說一些那麼偏門的東西呢 其他切割的鑽石啊 這些那麼偏門的 我怕呢就更加少人看 那所以我有機會呢 再說一些其他類型的切割的知識啦 今天呢我講到這裡啦 如果你覺得我的視頻有趣的話呢 麻煩你訂閱我的頻道啦 下次再見拜拜 請訂閱我的頻道 請訂閱我的頻道